不要啊,我絕對不拿冰雙之刃出來用 傻了才用那個技能,幹 但是那個技能爛死了 我絕對不要 不是沒用過啊 就是因為用過,所以才絕對不要把它拿出來用 媽的 那到底是什麼垃圾東西 321,害YT啦 來 321 噢,我弄了嗎 我自己忍不住笑 因為剛剛聊天室那邊總共喊了五個零頭 然後就來講零體投擲,轉大地震級 然後後面轉碎骨 這個是絕肉者跟野蠻人共同使用的 那也是我自己真的用了之後很喜歡的一個拖王 我自己實際用了一場暴徒 我打了一把暴徒 然後這把暴徒呢,成績算不是我的最佳 但是也是很不錯的,兩條十一分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玩暴徒走這個流程 然後這個版本呢 這也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零體投資突然加入了 Icon的行列呢 我知道如果大家如果沒有在跟這波 或是你沒什麼在看時空或看speedrun的話 你會覺得超級怪 為什麼大家突然是開始用零體投資 我推薦大家給一個網站 poespeerrun.com 這個地方呢可以看到所有人投稿的 紀錄跟影片 你必須要在這個網站上面 然後網站上的人會審核你 然後正式審核過之後 你才能成為一個紀錄 然後你可以看到 決鬥者的紀錄 我隨便點一個進去 零頭 來 零頭 零頭 這雖然不用看也是零頭 可是一定零頭 零頭 然後後面呢 也不換零選了 也直接不換零選了 就是零頭到底 你後面要換零選的話可以 通常會在 A6到 有些人會在A6到A8的時候 之類的一些時間點去換 我也不知道他們能換的邏輯是什麼 像康他之前就在A6的時候換 但是我自己試過 我也覺得很正常就是 你其實可以零頭到底 零頭到底整隻的表現來說是非常好 你也看到所有的世界紀錄 現在的決鬥者 跟野蠻人 你只要點進去看 基本上都是使用零頭 因為零頭的表現現在就是那麼好 零學在自從他削弱他的附加傷害之後 他的附加傷害那麼低 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 我只能用垃圾來形容 就是我整個時候GG的亂改一通 他的手感那麼差 你今天他手感那麼差 換來的不就是他的高附加效果嗎 你今天把他 他手感那麼爛了 你把他高附加全部砍掉 然後他就只剩他是一個手感爛 附加又低的技能 那怎麼辦 我們就只能選零頭 零頭這個技能呢 他有很多可玩性在裡面 然後我這上面 我會貼第一名嗎 我貼個有放youtube的人在上面 不過因為這個是我很熟的流程呢 我也不需要看別人的 零頭的特點呢 就是你丟出去的時候 你利用雙順或是月輯 你跑到下一波怪裡的旁邊 你的零頭回來的時候 會剛好刮到他 如果中間都沒有碰到牆壁的話 因為零頭是絕對穿透的 你只要刮上下一波怪 然後雙順 你等於可以用一次零頭 打到兩波甚至是三波的怪物 非常非常的賺 這個在前面A1到A3的時候 利用這個技巧 你可以拿到非常非常多的經驗 只用一次零頭 可以拿到超多經驗 而且更別說 因為我們都會串機率率流血 這個機率流血呢 在前面A1A2的時候 只要觸發到機率流血 沒有怪物 在一邊追 他被你零頭刮到之後 開始流血 然後一旦他開始追著你跑 他就是死定了 所以你就是免費收穫很多經驗 就是零頭 作為所有的遠程投射技能 他唯一擁有的優勢 所以你看到這些speedrun跑者 他們會有很多很大量這種技巧 尤其是在山坡這邊 我給大家看山坡這邊這麼大 看到嗎 看到嗎 他丟一團怪 他往後丟一團怪之後 換不過去 然後這邊的怪直接吃到三個零頭的傷害 再燒三個零頭的傷害 就是利用這個技巧呢 你可以用一次的零頭去吃到很多很多的經驗 然後打到最大數量的怪物 在開闊地形尤其如此 然後呢一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呢 現在我的時光來這邊打天打雷鴻 然後 然後 阿石家克之後 正常這兩個職業 決鬥者野蠻人 貴族遊俠 大部分的職業幾乎都可以 帶零體通知 然後跟機率流血 機率流血有些職業呢 他可能是必須要在打破鳥蛋之後才有 那決鬥者一開始就會有了 那如果你還沒有的話對不對 這邊可以記得 帶利好箱這裡再打 那這裡就是一些標準的流程 如果你是熟知近戰的話就知道 哇雙靈之順 仙如威之長 戰爭之騎 鋼金鐵骨 注意這個戰爭之騎喔 這個戰爭之騎 每一個他們speedrun的高手 阿不過我老實講 如果你真的練不會的話 其實不用硬練沒關係 看到他們都會開騎 他們丟出去瞬間開騎 然後把那一瞬間把那把那籃怪給清完 因為棋子還有疊層 然後當他有50層疊層的時候 把戰爭之騎放下去的時候 會獲得兩秒的聖上限速 兩秒的聖上限速 會給你25%攻勢速 跟100%的increase damage 這個在前期是非常致命的 等於你瞬間拿到大概10點天賦點吧 你大概直接拿10點天賦點跟那些怪物打 所以這些籃怪會瞬間被你秒殺 然後又配合上零頭這個東西的一個很巧妙的機制 我來看他打海妖就知道了 這個我其實沒看他的標題 可是我知道他一定會有這樣用 他一定會這樣用 你看海妖 然後他到這邊的時候 他有用聚者印記 我以為聚者印記不是一個 喔幹 他也抓得太好了吧 你看他這邊 他其實他其實抓 喔幹 看這邊 他這個旗子50層 然後這裡按下去之後 不見了 這裡不見了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零頭 因為他好像是 剛好在極限距離 就不會閃掉吧 喔對耶 剛好在極限距離 不會閃掉耶 喔 這個人真的有病耶 哇靠 連這個都要練喔 這是為什麼我跑那麼慢 他們跑那麼快的原因 那這裡呢就是靈禮投擲 癱瘓 癱瘓 繼續流血 然後這些東西弄一弄 到快速攻擊的時候 這裡就是拿月子 這邊正常啦 決鬥者跟野蠻人都可以拿的 然後這邊海妖 打海妖的時候野蠻人 我會推薦你可以換大力陣擊 因為大力陣擊這邊好處就是 我把POV關掉喔 我直接開這裡 大力陣擊的好處就是 這裡有一個近戰物理傷害 你零頭是吃不到這些東西了 所以你如果今天要吃到這些 這些開場的傷害點 這些傷害點其實很多 然後這邊走過來點那個鬆手武器 這些東西你要吃到的話 你必須要找一個近戰物理傷害的技能 最好選擇就是大力陣擊 因為大力陣擊 Thunder之前有buff過 傷害超級爆肝高 我之前自己試了一把 就是使用Thunder了 在這裡 效果超級好 超級爽 超級好玩 然後這邊直接走過去 這邊直接走過去 你可以點必中 然後再點這邊斧頭的攻擊圈 哇過癮 好後面就是一些標準流程 灰燼之節 然後存心之節 都軍印記 這邊記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也是我教近戰 教了很多次了 記得這個東西一定要學起來 你的近戰就會起飛 點斧頭圈的專精 每次用斧頭攻擊獲得一聖怒 配上都軍印記的擊運獲得20聖怒 進到星圖的時候 先使用都軍印記 然後滿聖怒之後 即可無限維持滿聖怒 對於我們的節奏非常重要 對對對 我還有那個威嚇戰吼 威嚇戰吼可以寫一下 威嚇戰吼我記得在那個 彩虹鳥彈就有了 也都在威嚇戰吼 因為我後來也有帶 可是觀眾跟我講 我才想到 欸對 這個是好主意欸 這東西效果超好 我還在錄影 等一下 打格蘭圍棋之後 你的串連一路到張鐵鐵結束 櫻爐下 如果動不夠的話 則優先往後串 就是碎骨近戰 近戰物理傷害的殘暴 可是我其實個人會建議你啦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是零頭的話 你其實零頭可以打到 第二升華為止 再去換 其實會好很多 因為 講真的 碎骨打 那個第一升華 第二升華 太痛苦了 我真的不推薦 我真的很不推薦 你去拿碎骨 還有碎骨去跟 一直弱拼命 其實壓力蠻大的 所以我自己是會 大概到A6A7我才會轉 轉成碎骨 但是你要直接轉 也可以 我只是推薦而已 然後這邊就是我推薦的昇華 那這邊就是 自己選就可以了 我只是做一個推薦而已 沒有啊 抗也是在那個 他也是在 他拼速度的時候其實是在A3 他打完昇華之後直接 直接轉碎骨 他打完第一次 就直接轉碎骨了 但我不知道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不轉 有時候轉 我不知道他的邏輯是什麼 因為那個 只有他本人知道 我自己在猜 他有點是看心情 要不然就是看自己動色的情況 我覺得他比較是 類似看心情那種感覺 好 然後 稍微講一下那個點法 那野蠻人跟絕對者 會有一些不同的點法 因為野蠻人 離 精準科技有點太遠了 所以 這邊可以直接走過來 然後來點這裡 避重 然後斧頭圈 然後這邊走 記得你就算今天真的 一定要轉碎骨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轉碎骨的瞬間 一定至少要拿 武裝召喚 跟 先祖 呃 部落之怒 加額外打擊異目標 至少要有這兩個遊戲 你才可以轉碎骨 在這之前 所有的天賦點呢 都是零頭跟碎骨 不共用的 然後28人決鬥者 等一下來 武裝召喚之後 轉碎骨 我設 這隻就設定成38人 再轉 38人再轉的話 大概是A4打完之後 A4打完之後 快到A5 就38人左右 然後60等 這邊往左走 往這邊走 一些東西 概念點一點 然後右邊點精準科技 這樣子 好 這樣 這支影片有幫到你 那如果你有什麼 你想要我下次介紹 可以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留言 我衝我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工藝奶在網站的時候 工藝探望線